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爱哭你笑了脸庞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不要抵下去哦 当琴台山而远再见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一直以为我们有的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你就是我的世界 不完整的时间 如果花谢了还会开 如果苦过的还能改 当琴台山而远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 想要你听到我的新歌 最简单的情歌 有点笨的情歌 因为就怕你觉得我只是说说难 因为我太偏热 觉得你会无人我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男子气 可以滴滴下了 我也相信你的心 你的孩子气 女孩 女孩 所以你能不能只相信我 相信我 相信我 所以我可以只相信你 相信你 相信你 我们可以只相信你 相信你 我可以只相信你 爱你 爱你 想要问你 信不信我的爱 不是谁都能保护你 以为爱 如果你问 信不信 有着爱 我只能说试试看我的爱 谁带我愿飞走梦香 感情令我三样样 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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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湖 前转慢着春风吹着我吗 前转慢着不吝哭是你吗 前转慢着笑我带中我吗 下早风总不严慌原来 前转慢着急事吹着我吗 前转慢着不吊哭是你吗 前转慢着笑我带中我 爱慢着笑我带中我 前转慢着笑我带中我 高不高 等于 要点D 我超得D啊 每次上机 滑上 每次上机都滑上 谁带我远飞就返向 我超得D 近情令我三一样 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 我超得D 酷 女孩自身袋中 少數變芳芒 靠靠陽中 聖誓似乎要 下場 道處後 漫天發白 難以收上 期待著 什麼人 會遇上 前途慢著 春風 吹著我吧 前途慢著 隔音 開始美麗 前途慢著 詩畫 歌唱 愛得怕 左方 左方 替我連結架 前途慢著 天 吹著我吧 前途慢著 隔音 開始美麗 前途慢著 相片一架 天氣一架 前途更多是疫情 天氣一架 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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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途慢著 鯉絲鋪類在眼 The 遠處有 你撕破裂在我的 This The This The Let veel regardless 不断着什么人我遇上 潜着买着春风吹着我吗 潜着买着风吹响的是你吗 潜着买着思维话多重海吗 走火走火你会连加 潜着买着冲吹着我吗 潜着买着鼓吊下次你吗 潜着买着思维话多重海面一刻 再补着补着领外言诫 嘿嘿嘿 耶 嗚呼呼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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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can you just trust me, trust me So I can just trust you, trust you And we can just trust me, trust me And I can just love you, love you 想要問你信不信我的愛 或是誰都能保護你因為愛 如果你問信不信有只愛 忘記了所有是誰看我的愛 我愛過你心的善良 這世界有你的瘋狂 把我的孤獨多找到 我記得你說過的話 我記得曾為你負責 我記得曾為你負責 當情感生日 太絕 十二瘋狂 評審 你曾是我的世界 不玩了整个世界 哦哦 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我记得曾为你佛装 当爱情不再少从前 遇到我什么的再见 好 拍手啊 好 好 给我一分钟 爱情并不是错 满热的人格全附着我 也不想陪我 不想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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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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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别浪费 未许有风在吹 烦恼别离回 你敢春天里熄 让我像了玫瑰 去陪云都为你 出生样的天黑 好 来 我们对一下牌本吧 好 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歌 然后你可以在唱这首歌之前 应该有粤语歌吧 你再说两句粤语歌 那么接下来 我也有给大家唱一首歌 还没歌呢 没听 可以 可以 然后就开始唱一个歌 然后这里唱完了 你很大的 这里唱完了就是要聊一下 你为什么要想这首歌 因为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 就是《月雨歌》 你怎么简单粗棒了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很 阳光很轻松 这首歌 而且它的歌词也是写了那种 《月雨》中的幻想 我喜欢《月雨》 然后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 是真的跟大幕聊天 到时会有个APP 在这里放着 然后你就看着大幕 抽一些问题 这个你就自由地聊 抽一点 然后我们到时间差不多了 觉得要换下一首 你就可以下一首歌了 然后你就可以接下一首歌了 好 然后下一首歌就是 你唱完之后 就你就正在唱就好了 唱完之后也要聊一下 我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 那是为什么呢 这首歌好听啊 因为这首歌难度很大 我先挑战一下 嗯 就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然后 唱下一首 好好说再见 就跟大幕聊天 这个歌词是非常随意的 嗯 因为可能 可能我们队的问题 没有什么好聊的 还是得看粉丝问你 其实 好好聊聊 然后 这个时候你就 可以在唱之前 你先走到后面去 然后下一首歌 这个你就 你就给他解释一下 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我 我看这个表 COOL 他名字的含义 所以呢 然后 就分享一下这含义 然后就唱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唱给大家听吧 已经 你说就是已经学会了的 可以 再跟我一起唱 嗯 然后 唱 这里就唱完了 然后唱完了之后 可以聊一下这首歌 的创作过程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而到进行 直播进行到这个阶段 就差不多过去半个小时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 嗯 就这儿 接下来又挺六位兄弟了 还没挺 还没挺 礼物 就是这个礼物上面呢 被你自己的表情包给封印了 你要用这本身包 当时你说过的话 来把它解锁 你说对了才能打开 我不知道 这个 很小呀 好飞 现在就给我吐皮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那个 哈哈哈哈 今天好刺激 好刺激 好刺激 好快啊 什么时候不好 不是 我给你 我给你放一下 给我放一下你的屎皮 你要看吗 来 来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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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啊 那天被陌生人追溯 那个黑衣人 黑衣人 那眼神哪能干 黑色黄奔 它是虚的 啊 他看到你的手 然后 你就还原一下这个声音 来 现在 啊 他也没有办法 好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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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会啊 好 好 那这个礼物 你就准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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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生气了 真的生气了 我真的生气了 你都敢说明 在破音的边缘是 没有 这个 什么 你听到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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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啊 什么 上得出来吗 你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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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是什么 来 救救我 谢谢 你来救我 洗补了 洗补了 这个是乖巧 这是 这是一个 祖国花狗 在说呢 在你的事呢 你一会那个礼物 你拿一个上来 拆一个在这镜头 然后再拿一个 把你都在地上 拍出来不好看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这样是开 对 然后它倒那个的时候 不要倒太多 嗯 它倒了 怎么这么香啊 慢慢慢慢 我拉一条耶 好了 够了没 可以再一点点 你可以慢慢加 但你不要一口气倒太多 这就够了 可以可以 你先这样慢慢摊 不够你再加 我去开这个吗 我去开了 开了开了开了 不想要啊 你还翻车呢 好 少了 再大点 但又逐渐有一个 一面顶形状里 再多点 再多点 嗯 再多点 我先 我刚起来了 好 好 十四一人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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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可以 可以 在广州 没关系 没人做的 在广州 这不觉得太快了吧 没事就是 然后你可以来回推的话 它就不满 好 金蜜果就天津了 哎呀 哎呦 哎呦 没关系 一会儿说 男人看朋友做这个 然后我 这都是 没关系 我可以弄了 行吗 好 然后就 又关火和那个 把两边给铲 哎 关了就 要要翻面吗 不用吗 得让它再 技术线线 才能翻 不线线可以 对 就是翻 你可以用这个 然后再用 再用这个 就两个一起铲 当然可能会有一点胖 翻车呢 因为这个我没找到 没看见 这么慢啊 你这一步就已经错了 好专业 已经错了 没事没有没有 可可以因为这个比较小 没事假装刷了 干什么 你就知道有这个就行 刷了 刷完了已经 可以啊 还没撒芝麻 还没撒芝麻 你这不必要用的 我记得就完了 没有芝麻 有啊 这儿这儿 但没事这个一般是最后一步 合起来才撒 就是 你俩这两个 一般是 就是那个鸡蛋 要扭固的时候 就可以撒芝麻 这样芝麻能粘在上面 我不用吃吧 要啊 我还要吃啊 你现在尝一下 看有何不足 你还要分成六分 你还要分成六分 七分 给他们吃啊 你自己 血液还在这里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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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手法很好 嗯 基因在 基因在 我也不是天津人 哈哈哈哈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大大差不多 对 然后去 哎 好看 可以可以 那就可以 这是我来做一个 然后就可以直接用那个 对 哎 到这步 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肩病 这个肩病 该我扫芝麻付钱的时候 哈哈 肩病除了薄翠 脆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事 正式做的时候就爱家东西了 嗯 哎 薄翠也不翠 就这样了 你教什么 时间有两天 时间有一点久了 所以他就会有点放软 把你给你盘子装起来 嗯 然后盘子在这 先给 现在马上去 哪有哪一个空的去 要不然放了它放了 一人看 这谁 一人看一个 一马哥 你一会正式录的时候 你分成 分成 分成 分成七倍吧 感觉你又是 你不行的话 你就弄一个 大家 一口 没人吃 我就七个可能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没事我收拾 好 这个你要不去 算了 你弄完 他们就过来了 然后过来呢 你就回到 回到做的地方 你们几个人就 送完了 就先跳 大家快上来 瞅一下我做的 呀我送好了 送好了 快 好 然后你一会自己 上去做的 那边做的 就是啥都要 而且上面有的东西 都放进去 好 然后如果一个 你觉得失败 可以再试一个 可以再试 好的 然后就接下来 他们直信 然后一起进去 就飞了 好 我可以一直看 T字器吗 眼神不会飘吧 还好 但你要一直看吗 你不要 你不用对着听口 发三倍了 等读弹幕的时候再发 再看几个 在记忆中 燃烧一束星火 我找寻最初的自我 命运我准备好 好好 却沉免烦恼 因结义我再徒劳 往前跑 往前跑 还会跌倒 跌倒了爬起来 继续跑手掌握来逃 用钢琴把他淋造 承认世界 入夜双色药 可以帅得吃 呵 。。。 就是 我心里说可以更新的看着她的成长 那你觉得她的成长有点记忆吗 就是很神奇的一点就是 就是她还是那么热爱 还是那么喜欢她喜欢的东西 就是不管是唱歌 还是什么R&B啊 对主要体现在唱歌上 就是她的就还表现得非常的巨像 然后而且非常明显 所以我都能感受她 她穿你灰手就会起来的 她一般穿我灰手然后就回来找我 我还是在吃什么 一般就是这样 我觉得学校 学校代表更多的是平静 然后雅萱就是 她在这里面就是 就让你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说平静和开心 是不同的东西给我的 对 对 18岁的小聪跟你一起发生过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最有意思的事情 最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们俩人一起上大学吧 对啊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 之前没想过会有人跟我睡一个班的 对就这种 我觉得可能缘分吧 没什么感觉 嗯 而且真的 真的 真的看到她 和我坐在一个班上课的时候 很奇妙 嗯 你的 从她到她跟你一起玩的 朋友兄弟 然后突然 有一天要跟你一起在 一起一个教室做四年 跟我更神气了 对 很神气 那最想跟 19岁的小聪一起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就是开一个会了 对 阿宋啊 19岁喽 生日快乐 呜 呃 在这儿呢 在这儿 给你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吧 从前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她高兴了会笑 不高兴也会笑 所有人都以为她一直是高兴着的 但后来呢 我发现了她的小秘密 她呀 在不高兴的时候 会需要一个拥抱 最好是可以拍拍她的背 相信你 呃 已经知道我在说谁了 所以我想说 我的拥抱随时敞开 也希望她需要拥抱的时候 随时来找我 不过 也有一个遗憾的事 就是没有办法在小朋友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 不过没有关系 啊 哥哥我呢 此刻正在飞奔往他身边的路上 我希望呢 今晚能够送出这个拥抱 当然更加希望十九岁的你能够收获更多热闹的温暖的有人陪伴的瞬间去经历更多灿烂的明朗的有梦可以做的时光 生日快乐阿宋 生日快乐阿宋 所以能够更加重要的是天天开心 然后是是顺心如意 然后也希望看到更多你的微笑 对阿宋你有时候突然的抱抱是什么感受 呃就是会见到他就是很久不见了或者隔夜两天不见了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我们俩就会同时的伸开双手 我就会阿宋啊 然后就情不自禁的抱在一起 就是感觉是一种灵魂上的就是有一个挂钩把我们俩勾住的感觉 18岁的小朋友跟你一起发生过最有意思的事情 18岁其实也发生了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吧 我们一起出去算旅游了 然后我们一起就是聊聊天阿山阿布阿各种各样的 然后最有趣的就是莫过于在三亚那个沙滩给他埋了那个 就埋沙在他身上那一层间 这两个19岁的小朋友一起去做生事 呃我想带他自驾游然后去到很多好看的地方 然后都把它最美的 把它最好看 然后最温暖 最发自内心的那一个笑容给记录下 因为玩伴相当于就是我们之前除了一个那个训练 学习之后至于的时间我们就是一起在玩嘛 然后现在长大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比如 嗯更多为了梦想 努力之类的事情吧 可以相互其实就是 呃 得承担责任了 对 对 对 18岁吗 18岁吗 嗯 18岁 嗯我觉得是一起在 在讨论音乐的时候 一起练习的时候吧 然后经常在地下室里面 地下室下面练歌 然后 然后 一起 嗯 找一些我们共同喜欢的音乐风格 我一起去练习那个曲子 然后 然后 嗯 比如学了一些 乐剧 乐剧子 我弹钢琴嘛 再学 然后我都会教他 然后他学了一些吉他剧子 他也会教我 希望今年 能跟他经验比较 就是 希望这一年我也好 嗯 对 能把我 喜欢的一个 嗯 东西玩的非常溜吧 极其有色彩的小世界 但是 他的小世界呢 并不一定就完全是非常鲜艳的色彩 也存在那种比较 嗯 少见的色彩 就是 比如说那种 你看就很静谧的色彩 或者是 一般 一般不会选择的那种 不常规的色彩 对 就感觉 他会有自己很多 跟其他人不同的 一些想法吧 就是 就是 而且他的小世界里会有很多 奇妙的磁场 有意思的事情 可能就是某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交流表演 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 开始演戏了 就是那种 你来一段的 你来一段就是 给你个情景 然后你开始演 然后就开始互相指点 就是互相提意见 就有时候 就挺懵懵的 那个时候 就挺奇怪的 天天晚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开始进行表演练习了 反正聊到后面就开始 对表演的观念 然后啥呢 也影响天生科的方体体 就是跟专业也挂钩 然后 我还跟他有那种 双人演戏那种 规定今天是 什么我是他情歌 然后什么 只能见到最后一面了 然后 该怎么反应 还有什么 什么我是教官 然后 只能见到最后一面了 该怎么 道别 还有什么 还有 吵了架 想骂对方 然后但是又不能骂 不能说一句话的那种 要靠眼神传递给对方 咳 那就哪天 因为我精湛的车技 载他出去玩嘛 出去看看 好玩的地方 然后 唱唱歌啊啥的 最有默契的事情 他肯定是 排练舞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最有默契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 当时 到马蛋的时候 我问他 然后 我们俩的效率很高 也很快 沟通起来也非常的 就是顺畅 我们俩的想法 就是在那时候 发现 嗯 有的时候还能对得上 就是没有 就不会有很多的障碍吧 就是排练一下 对 18岁的小笼 已经发生过最有意义 最有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嗯 嗯 我好像是在那个海边 海边放那个 的棉花吧 最想跟19岁的小松一起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 想看他学科幻 然后看他 因为因为小松我后想起来一件事情 小松之前是那个我们的助理和他一起玩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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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电动车 就是 呃 园区里面啊 走的时候 他们会 就会有那个车 然后呢 当时说 想想想想那个 试一下这个怎么样 然后 然后 当时正好 助理说 那你来试一下 简单的 结果小松 上来试了一下 然后直接 猛踩一脚油门 就冲出去了 小松他啊 在叫 然后助理在旁边 赛下车 赛下车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想看小松 学车会是什么样子 对 应该是在三亚的时候吧 之前都没跟他见面 嗯 如果 如果他愿意的话 一会也可以 我相信他不适合干这种事情 我相信 他在三亚是为什么呢 忘了吧 什么原因都可以 嗯 就要么是我惹到他了 要么是他惹到我了 嗯 但是 反正各种小事吧 可能 他给我 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说这句话 那我不给他 干什么事的时候 他也会说这句话 那 事后的话 谁会先找谁说话 呃 事后 谁会先说话 嗯 我觉得是他 应该是他吧 因为他毕竟还是忍不住 是他 18岁的小时候 他不是19 你就是去年的他 我去年的男人 去年的他跟我一起 最有意思的是 呃 想一想 但去年 后边 后边 不是上学了吗 上学也没怎么见 我觉得 应该是 我们一起 那个 嗯 一高 高考的那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 只有一次 而且又 大家还能 一起有一个伴 我觉得 参加这种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 应该是去年 咱们 做的 最有意思的事 最想和他 19岁一起做的事情 我们俩都还没考驾照呢 哎呀 考驾照好烦啊 我对于考驾照这个事情 就是又想考又想动的感觉 我听下来 他帮我养只猫的 可以吗 也不是让他帮我了 就是我挺想养一只猫 然后让他 给他玩玩 给你玩玩了 给我玩玩 他是挺好玩的 棉手 归 不好 крут 你都并不逃 叫我穿链接啊 那我穿链接 上链接 好 坐好 Interna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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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